Hello大家好,我是Barry,欢迎大家又来到这一期的Barry的周四答疑 在回答观众的疑问前,首先我这里有几个通知 第一个,淘宝上预购的龙生九子和窟戎需要提前收获 因为是众筹的原因,所以需要提前收获 提前收获了,我才能拿到钱去把这些牌做出来 如果你觉得不放心,如果你觉得我可能会坑,没有关系 你随时都可以选择退款,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通知,与其说是通知啊,不如说是声明 我怕有人误解了,购买我的牌呢,不会真的赚一亿 你可能会小赚一点,但是不会真的赚一亿 一切投资都需要谨慎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回答观众的疑问 黑思王子问到Barry,为什么白色的龙生九子和暗色的库戎叫做unbranded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branded是这个bicyclebranded 是bicycle冠名的叫branded,没有经过bicycle冠名的叫unbranded 这次的新的龙生九子和新的库戎就是没有经过bicycle冠名的 用的是这两副牌自己的名字 千月士风问到Barry,你认为为什么个别的牌 比如艺术大师他的价格会炒得那么高呢 我不知道艺术大师是什么牌 不过我这里来谈一谈为什么有些牌的价格会被炒高 首先我认为炒牌跟炒房子是一个道理 有一条需求线,有一条供给线 炒牌无非就是把需求线往右移 营造出一种很多很多需求的假象 营造出一种供不应求的假象 这样这个牌的价格就上去了 这跟炒房子是一个道理 当然了还有一部分牌是真的供不应求 比如像什么龙生九子啊,枯蓉啊,这种牌 他是真的供不应求 真的数量太少了,真的买的人太多了 所以说他的价格也会一点点上去 辣么纯洁的我说 Barry,那你看不可描述的片子时是不是都不需要字幕了 我从来不看这种片子,我都是去演 木良K说 哈哈哈哈,Barry,你还缺男朋友吗 我最近不缺,谢谢 店长说,Barry竟然特别喜欢我,好慌啊 我主要是特别喜欢你的微博 但是我又不敢转 Light炫问道,花切那种板子联系好吗 还是直接用牌呢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认为啊,如果练习的话 还是直接用牌比较好 因为那个板子怎么说呢 毕竟跟牌的手感不一样 你要是实在不会呢 教你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你用橡皮筋把几落牌捆起来 这样就跟那个板子的功效是一样的 绅士Super弗兰奇问道 Barry,你入牌坑多长时间了 我觉得好像有五六年了吧 如果是收藏牌的话 五六年大概有了 那猎魔术的时间肯定比这个要长很多 女开大人问 Barry,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 真是一个好问题 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 可以选择睡觉 睡觉你的注意力就集中了 好的,那是这样 这就是这一期的周四答疑 接下来要开始表彰 抢到视频第一楼的亲 首先在Barry的周四答疑第六期里 非常感谢抢到视频第一楼的 冰红茶一楼 恭喜你 冰红茶一楼抢到了第一楼 视频Barry的副克介绍 最有纪念意义的副克牌 这个视频里 恭喜抢到第一楼的 Kangorean 是这么读吧 恭喜你 谢谢你抢到视频第一楼 在视频两副新牌发布 加露脸这个视频里 恭喜抢到第一楼的 墨上北 又是你 是不是又是你 又怎么觉得你的ID很眼熟 好的,恭喜大家 也为阿飘姑娘 小小鱼感到心疼 那就是这样 我是Barry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